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超然大民調 獨家大攻略 2020總統大選預測解盤 各種市長韓國瑜2020的起手 是氣勢磅礡 40萬人烈日暴雨當中上凱盜 我們看到了 很多人就說這一場 毫無懸念就是韓國瑜 所以國民黨內初選 形同已經結束嗎 也包括了婚外情的爆料 現在也止步了嗎 而另外包括了這個 在昨天台上致詞 韓國瑜的韓話 也體現了庶民聲音 他特別提到了蔡政府執政三年來 我們看到了這個 施政滿意度掉到只剩三成 而選民的信心更是不到六成 因此韓國瑜說 這個是鬼混政黨 好 所以接下來兩岸外交 通通陷入危機的情況之下 要讓鬼混政黨下台 而在今天晚上 我們也開放了電話Call in 所以觀眾朋友 不管你昨天有到現場 或沒有到現場 都非常歡迎您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我先為您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資深媒體人謝韓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立法委員思納謙 大家晚安 以及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前委好 大家平安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新北市議員葉元芝 前委好 大家好 6月1號上凱道 這是韓國瑜第一場的 試試大會 我們就先帶人來看到 昨天的最高潮時刻 就是在下午的4點45分的時候 當時韓國瑜已經來了 他要開始準備大進場 我們看到了包括整個 當時的這個維安隊形 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一直到了4點50分 韓國瑜踏上凱道 你就開始囉 韓粉們夾到簇擁歡迎著 那麼這個時候 整個維安隊形已經擠到扭曲變形 韓流在現在還是一坡坡的涌上前 那麼好不容易短短的400公尺的路 走了大概將近15分鐘吧 韓國瑜和李嘉芬夫婦倆 被韓流民眾給簇擁著上台之後 我們看到韓國瑜是全身石頭 滿頭大汗 那麼當時他看到台下 數十萬人在現場支持 其實那一刻我們的攝影鏡 鏡頭捕捉到了 他流露出相當震撼的眼神 也因此他四度拿起了麥克風 久久無法說話 那麼在昨天 其實我也在現場採訪 當時我大概是3點40分左右吧 我要到現場訪問一位韓粉 一位台商 我跟他已經約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用走到什麼舞台前 我連警符門我都走不到 幾乎是進不去也出不來 所以那個幾道以我是這個 譬如說我追星身經百戰 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根本就是搖滾區的常客好不好 我告訴你搖滾區的情況 在跟昨天的情形 根本就是小屋見大屋 你說你說很多明星的演唱會的搖滾區 你再怎麼樣 你身邊可能都還是有一個空間 你可以在那邊舞動身體 可是告訴你昨天他那些 當場那些人潮 其實非常非常扎實的 你幾乎是人貼著人 所以你看到大家可以奮力的 搖著那個小國旗 已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昨天基本上 緊不進去也出太來 然後幾乎都快斷氣的情況下 我多誇張 我穿的就是這麼一套主播服 我的已經滿頭大汗到 我已經熱到我要脫外套脫不下來 因為全身濕透 然後還是現場的寒粉 幫我使勁的還把外套給脫下來 最後我只好放棄了 我就想辦法擠出去 那麼另外我要受訪那位對象 他說他也要擠出來 之後我們是另外約在外圍採訪的 所以在昨天我想這個場面 讓很多人覺得很震撼 我要說的就是說 大家都講是動員動員 你說這種熱情你怎麼動員 太拚了 太辛苦了好不好 尤其像是競平你昨天 也是帶著一票寒粉清零現場 我想聽聽你的感受還有觀察 其實我昨天是在攝影棚 沒有到現場 但是我的兩台遊覽車 載著我們平鎮中立桃園 很多的鄉親朋友 都到了現場去 大概桃園市 然後我的助理也跟到了現場去 大概將近90個人 其實後來我也問他們 然後也聽了到現場很多的朋友 甚至在LINE裡面也很多人 後來跟我們講說 在現場那個人擠不進去 然後出來的這個狀況 是非常的擠得水洩不通 然後嚴重到那種 你要進去要花時間 因為後來我看到 他們有些人拍的這個照片 似乎已經沒有辦法到了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媒體 像我們看到昨天的轉播的畫面 警符門的周遭 或者是凱達格蘭大道前面 包括這個舞台的前面 你剛剛說的那個搖滾區 還有甚至在中山南北路 以及中正紀念堂 靠近張榮發的基金會 他那一棟大樓 就以前救國民黨中央黨部那一棟 那個算是前面 已經接近搖滾區的位置 包括那個警符樓的圓環 那個地方中山南北路 仁愛路 信義路 凱達格蘭大道 那個圓環算是已經很接近核心區 核心區就是最前面那個舞台 外交部前面跟台北賓館這邊 你能擠到那邊 我看已經幾乎是不太可能了 人因為就定在那邊 你是不可能往前推 你往前推的話 就是可能會平肩砸踏 可能會大家推擠來推擠去 然後可能會撞到人家 而他們後面要出來 我看他們有些派的照片是 在張榮發基金會後面 仁愛路也好 信義路也好 往後面走了這邊 他們要退出來的時候 幾乎也是很難 因為後面也是人往裡面擠 你要往裡面擠的話 你幾乎要退到 這個林森南路那邊去 可能也要花一段時間 沒有那麼簡單 很輕鬆輕而易舉就可以做生 而且我跟我說那麼擠那麼難受 我當時候後面還有一波一波人要進來 對 而且再加上突然 昨天不是我們在攝影棚棚內 看到其實不斷的雨勢 而且中間還有下大雨 我想他們幾個有到現場去看到的時候 非常的大雨 然後照理說雨一來 我聽有同時參加過這個 過去幾次社會事件運動的 不管是我們這個20年來 有包括紅山軍倒閉運動 然後還有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事件運動的 走上街頭的 他們說以前像類似這個 以前紅山軍反單倒閉的時候 下大雨的時候 他們會想辦法找那個棋樓 找那個能夠遮的屋簷這樣躲 可是昨天有很多地方是下雨天 一方面人多 你根本沒辦法躲 你走到哪邊閃人 閃來閃去都是人 另外一方面是 剛好下大雨的時候 大家因為已經提醒過很多人 說你要到現場 一定要自備這個 輕便行李雨具或雨傘 所以其實看到有不少人 帶雨傘帶這個雨去 所以後來當下大雨的時候 所謂就不躲了 因為到哪裡都撞到人 然後所以你看到那種氣氛 但是每個人凝聚在一起 越下雨那種心裡面的小宇宙 那種燃燒的鬥志 是整個燃燒起來 是燒起來 所以我說 當韓國瑜是下午4點多 到了這個現場 跟他的這個夫人李嘉芬 到現場的時候 那種情緒一股之沸騰 很多人 我昨天也看到 我們這個中天的主持人 主播在輪班接力上陣 在訪問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現場來賓 還有民眾 到了現場 當李嘉芬跟韓國瑜到現場之後 大家看到那種氣氛 人是不知道是枯還是汗水 還是雨水 就是說不知道是淚水 汗水還是雨水 總而言之 所有的這個心情交織在一起 一股腦的從這個頭上 臉上整個滑下來 大家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撕了又怎樣 反正就是脫下來還是撕 那就這樣子穿著穿著 反正人生就難得 這樣的一個任性痛快一次 所以跟著一起在現場 我覺得有如一次 大家很High的這個 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有人心心念念都在一起 都是為了到凱道士師去挺安 然後看到自己支持的 這個人出現的時候 那股這個情緒興奮是湧上心頭 然後整個面對外在的環境 就算是下大雨好像澆冷水 那種下大雨我形容是 就像是之前很多人要酸 這次挺寒造勢 這個大集合的時候說 15萬人 有10萬就偷笑了 5萬人有沒有 有1萬 2萬 3萬就很了不起 還跟我說15萬 笑死人 10萬有沒有 5萬就了不起了 可是破紀錄了這麼多 當時這一場大雨 很多人就想說 就像是當時很多這個酸言酸語 網路上的這些冷嘲樂諷 然後去潑冷水 如何 他們都無所謂 就是直接昂然這樣子 整個挺立在現場 而且就直接往前 然後不斷的想辦法能夠 因為他好好在 有幾個地方 我有看到那個 有一些大螢幕在幾個路口 重要的這個 讓沒有辦法再前進的 這個現場參加的民眾 都能夠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我跟你說就算看不到 聽不太清楚這些韓粉 他們在現場自己也撈開 跟著喊 然後就靈驗相通 而且他們在唱歌的時候 在唱中華民國頌的時候 他說整個這樣唱起來 大家都說邊哭邊唱 然後就跟剛剛我講下雨天 還有雨水淚水一樣那種 所以我說那種心情 真的只有到了現場者能 才會感受得到 你說激動也好 你說是那種熱血澎湃 熱情沸騰也好 不管怎麼樣 大家把它當成一個 這個支持了一個對象 然後情緒宣洩了一個出口 大家今天看到這個造勢成功了 不必要在哪兒把那些 過往的這個檢討 或是講這些參與群眾的如何如何 我覺得那都是沒必要 見不得人家好 要不然就是眼紅 所以我覺得今天看到 這樣一個氣勢上來了 包括藍綠兩黨在內 你心還有什麼疑問嗎 你還要對他們有任何的不解嗎 還要繼續去抹黑打壓他們嗎 這一群人包括韓國瑜在內 是越打越勇 越挫越勇 的確 韓國瑜自己也講了 在凱道的這一天 他永遠不會忘記 這一萬無忌的人海和旗海漂洋 也因此他說要粉身碎骨 在所不惜 我們起來聽 去年年底的選舉 2018年 台灣人民用選票 教訓了民進黨 讓他縣市長縣市議員大敗 我們本來期待 民進黨會改變 改變意識形態的掛帥 改變政黨的惡鬥 重新開始調整施政的方針 為人民來努力 結果半年過去了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凱道 因為我們很清楚 民進黨的執政 完全沒有改善了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民真的受不了 我覺得民進黨執政 有一個特點 真的很奇怪 他好像不喜歡台灣人民快樂 我記得三年前 蔡英文總統當選 講了七個字感動人性 謙卑謙卑再謙卑 現在這七個字換了 權力 權力 愛權力啊 太可怕了對不對 對 2020年 讓我們傳結所有的力量 讓鬼混的政黨 民進黨 讓鬼混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下台好不好 好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 要問每一個選民 你為國家投出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哇對不對 對 2020年 就是我們 中華民國生死的保衛戰 我們外交要突破一切的空間 我們兩岸一定要和平交流交往 我們的經濟一定要繁榮 還有其他所有的相關重大政策 一定要改變 以這三年民進黨的執政 很對不起的說 做得太差太差 所以2020年 韓國瑜在這裡鄭重宣布 我準備承擔任何重要職務 為了中華民國 不行反正水果 好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 事實上在昨天 這個韓國瑜上台 網路熱度立刻衝高 如果以Google的搜尋熱度來看 最高的時候飆到了100 另外也一度登上的 微博熱搜的第9名 同時還有相關數字提供給您 先來看到我們這個是 網路溫度計所做的聲量調查 先來看到總聲量 總聲量這才超過一年以上的排名 我們發現都是韓國瑜11領先第一名 那麼第二名是蔡英文 第三名才是柯文哲 接下來第四名國台名 五名賴清德奠底 那麼如果就以昨天這一場 來看當日的聲量 韓國瑜一下子衝到了 81606 高居第一 那麼第二名是誰 是郭台銘 可是他是 郭台銘大概22000多 所以他也是遙遙領先的局面 蔡英文 柯文哲 賴清德 都被甩在後頭 另外一份網路聲量調查 這是來自Google的 是6月1號到6月2號 這兩天的聲量比較 也就到今天 我們看到 其實你看到這條線有沒有 這條線全部就都是韓國瑜 其他人 郭 蔡 柯瀨在哪裡 在這裡好不好 在這邊 這邊反正大家也分不清 誰是誰了 可是告訴你名次就是這樣 韓國瑜 依舊是第一名 立馬當先 第二名的是郭台銘 可是韓國瑜這個有沒有 聲量比較 他幾乎是在雲端 韓兵 是 其實這個是很顯而易見的 過去這一年來 你看很明顯的 現在網路狀況排名 其實本來第二名是柯文哲 但柯文哲現在往下掉 因為蔡英文在9月1敗選之後 他宣誓自己要做一個 實實在在的網紅 不是總統 所以他不斷的 拼他的網路聲量 所以你看蔡英文的網路聲量 提升了 對 然後過去本來網路聲量 滿高的賴清德 你看這一年他不仗反跌 他一直往下跌 反而還被郭台銘追過 他反而邊緣了 邊緣人 郭台銘4月17號才宣布要參選 結果你看到現在才短短 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居然已經衝到第四名了 所以郭董的營造 他自己個人網路聲量的魅力 是非常驚人的 你又以當天 昨天就是辦這個活動 然後他當日的網路聲量 來看的話 韓國瑜理所當然 他是最高8萬多 這個差距也太大了吧 是 第二名變成 郭台銘2萬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在活動還沒有開始之前 郭台銘本來有人問他說 你是不是要去參加這個集會 所以當天其實有很多人 在擔心郭台銘會不會來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 關注郭台銘的動向 然後媒體也一直去追問郭台銘 所以你媒體追問得多 你網路聲量自然就高 所以郭台銘也跟著 比較高了一點 但他顯然還是只有韓國瑜 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而已 還是比較低的 再來第三名居然是蔡英文 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來講 這個活動是在凱達格蘭大道辦的 蔡英文如果想要 他網路聲量高的話 其實很簡單 他如果昨天在總統府裡頭 他的網路聲量就會高 但問題他不敢應戰 落跑了 跑到南部去了 所以你跑到南部去的話 沒有對話 你的網路聲量就自然沒那麼高 另外一個也是 本來也應該是主人的 就是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也跑到宜蘭去了 他不敢留在這邊面對 所以他一樣被邊緣化 但是我覺得最慘的是誰 是賴清德 賴清德在昨天這樣活動之後 人家你們問都沒有去問他了 就是你好像已經沒有參戰權了 這種感覺 所以你看他雖然是第五名 可是掉到只有5000多的聲量 其實這真的是滿慘 如果持續按照這樣下去的話 我必須說 不管蔡英文有沒有動手腳 大概民調他都 賴清德都很難比過蔡英文 但是我從昨天這樣聲量來看 很顯然現在大家目前 認為的情況是什麼呢 也就是民進黨的初選 雖然還沒開始 可是大致已經底定了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說 以蔡英文這麼強勢的 作為情況下 大概就是蔡英文出現 賴清德基本上沒機會 所以大家關注民進黨這邊比較小 反而是國民黨這邊 因為韓國瑜跟郭台銘之間的競爭 開始越來越激烈起來 尤其是郭董最近很多動作 然後對很多開始被韓國瑜 也開始有一些批評性的延遲出現 所以他們兩個的聲量都提高 然後把整個量都沖起來 讓所有人都在關注在國民黨的初選 但實際上如果以時辰來看 國民黨初選還在更後面 他在7月15號以後 才要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必須說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 國民黨本來從9月1大選之後 其實聲量開始有點往下跌 因為前一陣子黨內彼此互相 看起來好像有點互鬥的情況下 讓國民黨的制度其實也是下降 但是隨著這一波 我覺得整個國民黨的 受關注度回來之後 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這些主事者懂得的話 好好利用這一波 把整個戴懷 不要忘記韓國瑜 6月8號又要再來一場 6月22號還有一場 甚至據說中間在另外的地方 也可能會再安排 我覺得你黨內在怎麼打 重點是你國民黨要怎麼樣 去拿回2020的執政權 所以如果國民黨 不好好利用這一波 把自己的聲勢重新整頓之後 再往上出發的話 國民黨的主事者 真的要好好檢討 除了有聲勢還不夠 我們看到這40萬人是扎扎實實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嗎 這個大謙委員 所以國民黨內韓國瑜就贏了嗎 已經贏了嗎 當然國民黨的初選還沒有進行了 那麼距離初選的時間 還有一個半月 那麼這一個半月 我相信每一位參與初選的候選人 都會盡自己的權力 來爭取最好的成績 所以現階段講初選的結果 恐怕還言之過早 但是昨天這一場的凱道肇事 我個人認為 他除了是韓國瑜個人的勝利之外 他更是台灣庶民運動的一個勝利 同時他也是國民黨的勝利 他更是中華民國的勝利 因為我一再的強調 韓國瑜防線就是國民黨防線 也就是當韓國瑜的身勢高的時候 國民黨就水漲船高 每一位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人的政治能量都會提升 可是當韓國瑜防線被攻破了 國民黨馬上就崩盤了 每一個政治人物包含韓國瑜 都不可能倖免 這是一個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概念 我想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當韓國瑜起來了 寒流起來了 國民黨可以在去年的 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橫掃全台灣 可是當韓國瑜從4月開始 受到了很多來自於內部 或者是外部的挑戰跟攻擊 韓國瑜的聲勢下滑 國民黨下滑 其他人也沒有討到好處 我認為昨天的這一場 大型的凱盜大集合 有幾個點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第一個點就是過去 我們在進行動員的時候 大部分是在選舉期間 或者有政治議題 也就是說每一個到現場的人 他都有一些意識形態也好 或者是個人理想 或者是政治選擇的 這些情緒的動員 所以動員起來比較容易 可是昨天是一個非選舉期間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定的 意識形態跟政治議題 能夠動員到這麼多人 自動自發的到現場來 真的很令人感動 那麼第二 我過去參加過這麼多 這種政治造勢活動 大部分都是政黨 或政治人物動員的 包含我 但是立法委員這麼多年 每一次大規模的動員 我都有被分攤到要多少台車 然後要動員多少人到現場 來完成我的責任額 可是昨天是沒有政黨做奧員 也沒有政治人物 有責任額的動員 我們頂多就是看到 一個一個一個的小團體 本來可能是三個 五個人 然後人越來越多 就變成一輛車了 一輛車就變成兩輛車 就變成三輛車了 頂多做選民服務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基本上都是民眾自發的 或者是團體啟動的 所以這是讓第二感動的 第三個 就是剛才大家所提到的 下雨天一向都是票房毒藥 可是昨天的下大雨是吹票 是吹動大家的熱情的 另外一個工具了 因為我周圍有好多朋友 本來說在家看看電視就好了 一看到下雨了 超級緊張說不得了了 下大雨了 現場的人可能會散了 我們本來講說 在家看電視就好了 現在不行了 我們一定要到現場去聲援 所以我到現場的時候 那時候是雨剛停 可是我就看到很多人 陸陸續續的進場 每一個人在我身邊走過的時候 他們只是在講說 走快點 走快點 現場的人不要散了 我們要維持現場的人氣 所以讓我聽得非常感動 因為雨可能接著就會再下了 昨天是下下停停 他們帶著雨衣 帶著雨傘 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就準備去淋雨了 那麼再說 剛才大家也提到 其實昨天的音效 做的可能並不是很完整 有很多地方是根本聽不到的 我從中正紀念堂的 大中制政門的這個地方 進去的時候 其實在國家圖書館前面 是完全聽不到的 你頂多就斜斜的看到畫面 那個聲音是非常的模糊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這群人就聚在那裡 三個 五個在那邊聊天 他們只要參加就很開心了 他們到現場來 就是為了力挺韓國瑜 力挺中華民國 他只要站在那裡 他就覺得很驕傲 他根本不在乎有沒有聽到在說什麼 然後該揮舞的時候就揮舞一下 該鼓掌的時候就鼓掌一下 哪怕他們什麼都聽不到 他們都願意站在那裡 而且最後一點讓我最感動的 我相信我們主播在那邊 也應該會看到 當你看到現場一片漆海的時候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令人感動的畫面 我們曾幾何時在凱道 能夠看到一片國旗的旗海 有一面大的國旗在那裡互相傳遞 然後全場都是國旗 除了國旗之外 沒有一面韓國瑜的旗子 沒有一面政治人物的旗子 沒有一面政黨的旗子 他就是國旗 所以我說昨天的活動 他不只是韓國瑜的一個造勢活動 他是中華民國的一次愛國的運動 好 那麼關於昨天 你有想要跟我們分享 想要表達 那麼在今天晚上 我們開放電話Call in 也歡迎隨時打電話進來 還有更多的討論和分析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6月1日凱道大會時 其實我們感受到 真真切切的庶民力量 尤其現在貝影哥 我們在找你 你身在何方 有沒有來看到 在昨天滂沱大雨中 那麼這一位 這個貝影 我們看到了壯碩的貝影 看到他是這樣子挺直了腰桿 繼續在雨中挺韓國瑜 挺到底 因此也引起了很多網路上的熱議 大家紛紛在說 貝影哥 你在哪裡 你到底是誰 那麼事實上 在昨天40萬人的現場 我們其實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 這些讓人感動的所謂的小人物 所以淑慧 你看到了這一場 6月1號的凱道大會時 對你而言 你的分析 這場意義最大的到底是什麼 我想韓國瑜的肇事活動 從去年到現在 始終不變的圍繞著國家 圍繞著中華民國 這也就是讓人家感動的地方 就是你是挺哪一個黨的 沒有關係 你是不是挺我韓國瑜沒有關係 你總是愛中華民國的 你總是挺中華民國的 只要你有跟我同樣的理念 你就可以來 所以剛剛孫大謙委員所說的 就是現場騎海飄揚 每次從三三之一到昨天 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說真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就是 我覺得真的會很感動 看到國企 尤其是這幾年來 不管是台北也好 高雄早就看不到了 台北從政黨輪替以後 其實國企也越來越少了 可是我們對於國家的認同 在昨天或者是從去年三三之一 逐漸被韓國瑜帶起來 我覺得這是韓市長對於 國家最大的貢獻就是 他不覺得這是政治造勢 他覺得這叫國家造勢 要把我們對於國家的認同感 不是對韓國瑜認同感 是對國家的認同感 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活動 大家凝聚起來 昨天早上 昨天因為這兩天 昨天跟今天因為是 端午節前的一個禮拜 所以其實各個禮都在辦活動 我想民意代表都知道 我們都在跑 我從早上到下午 跑了非常多活動 大家的問候雨都是一個 你今天會不會去 要記得帶雨傘 其實大家都知道會下雨 可是大家都還是要去 所以為什麼到最後下大雨以後 會出現這樣的背影哥 在下大雨之後的同時 我的LINE的群組 出現一堆照片 大家淋得濕濕的 很開心在自拍 然後傳上去 所以我們剛剛那時候 網路聲量 我心裡就在想 如果有統計昨天的LINE的 轉傳數 或是臉書的PO文數的話 如果有這樣 有辦法這樣統計 我相信最多的應該就是 昨天那一場活動的 各式各樣的分享 所以昨天下午 雖然我在上節目 可是大概4點多雨停的時候 我就把現場 因為很多網友會上傳照片 我就把這照片 傳給韓市長看 我就說今天是你的日子 然後加油 對 所以 我覺得昨天那個熱情 真的不是動員 坦白說我自己在台北 好幾天前已經開始陸續在群組裡面 大家在羞鳥說 我們要幾點去搭捷運什麼的 這種就絕對不會是動員 因為都發自於大家內心的 自己的去羞鳥 昨天早上剛好我送了一支 汽車的遊覽車要出去玩 然後上車的時候我就跟大家開玩笑說 你們棒賽韓國瑜 你們要出去玩 你知道車上的長輩很可愛 瞬間出現了愧疚的表情 然後在那邊跟我解釋說 我們這個是找安排好了 不知道韓市長剛好這個 6月1號要來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 即便不能去的 心裡還是很想去 然後我就跟他們開玩笑說 沒關係我跟那個領隊說好了 回程把你們直接丟在凱道 然後很多老先生還真的相信 以為說自己回程 就可以順便去凱道加油 所以昨天的那種自主性 我覺得是騙不了人的 我之前前這一個禮拜 很多人在問我說 這一場到底會有多少人 我都說我沒有辦法估計 為什麼 因為動員有辦法估計 事先你去遊覽車公司打聽一下 有多少預定了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 譬如說預定200輛 很簡單 200輛乘以40 你就算得出來 全國如果預定了1000輛 1000乘以40 你就算了 可是我說因為 韓市長的支持者 絕大部分都是自主性來的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去確定說 搭高鐵的有多少人 搭火車的有多少人 雙北搭捷運的有多少人 所以你叫我估多少人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只能說最保守最保守 就是10萬以上 對 所以昨天的這種情況 最後台道的那個十字全部不滿 我大概這幾年來 只有在紅山軍那一次 我看到我真的這麼滿 就遍地紅的這個樣子 紅山軍 紅山軍那一次 大家如果還記得 可能有一些人不記得 就所謂的百萬圍城那一次 百萬圍城那一次 到了那一天晚上我在現場 那一天是蔓延到 連台北火車站跟西門町 昨天的那個盛況 所以你告訴我有30萬 40萬 我是相信的 因為你就等比例去切割 就差不多知道了 所以昨天的那個現場 我真的覺得說 讓全部支持中華民國的人 在這個裡面 得到一個壓力的釋放 我覺得裡面很多人 他對國家是認同的 可是他不滿的是 過去民營執政這幾年以後 把中華民國壓得很低 所以有些人說 昨天其實支持韓市長的 當然有我覺得是幾層壓力鍋的 能量釋放 第一個是心疼他 這一兩個禮拜這樣子被抹黃 先從抹紅然後抹黑 到現在抹黃 心疼他的壓力釋放 然後再來就是 對民進黨執政的 不滿意的壓力釋放 再來最後一個釋放是 挺韓的釋放 為什麼 之前所有挺韓國語的韓粉 是散佈在全國各地的 然後大部分人是在網路上表達 又或者是街道民調表達 沒有一個實體的場合 讓他們來表達 昨天是給他們一個實體的場合 說讓我們歡聚一堂 一起喊出我們的願望 當然我看到說接下來花蓮 台中都陸續有 我覺得這是讓各地的韓粉 都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實體的空間 讓他們展現出 他們真正的行動跟心意 沒錯 其實這部分我可以呼應一下 因為其實我昨天是一大早 跟著台中的韓粉們 從台中一路搭遊覽車上來的 那麼當時在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 應該說民眾 也是希望能夠現場報名上車 但沒有辦法 上不了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這怎麼動員 很多人都是臨時要加入的 但是因為幾乎大概60台車 全部都是額滿的狀況 那麼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這股挺韓的力量 真的非常的驚人 所以我們來接第一通電話 目前電話線上是桃園的孫先生 孫先生 您好 孫先生 大家好 我昨天有去現場 然後我有三個現場的觀察 跟一個結論 那第一個觀察就是我覺得 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是有勇氣的 像我有問 就是比如說 我隔壁的人說 你明明知道下雨為什麼還要來 那他就說回答 我就是因為知道下雨才更要來 這就是一種有氣的表現 對 風雨無阻 那第二個觀察就是說 雨中作樂 像現在大家很多人都在找 那個貝銀哥對不對 然後有人有跟我說就是 早知道他要帶洗髮精去那邊 下雨就順便洗頭 然後有人在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做直播 然後有人在我這邊留言說 他想順便洗澡 大自然的恩典 真的很爽 所以到時候 千金難買早知道 如果說真的有人帶洗髮精去那邊洗頭髮的話 那就變成那個洗頭哥我們在找你 這個就是一個苦衷作樂的觀察 然後第三個觀察就是感性的 就是我覺得那一天 我們原本討厭的烈日的高溫 不是高溫 汗水跟雨水跟淚水是甜的 雨聲也只是大自然的音樂而已 烏雲不再是烏雲 而是幫我們擋住太陽的一個很好的幫手 我們那天大家面對風雨都是非常開心 臉上都是笑容 不會覺得那有多苦 所以最後我做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普通的人民 而是不怕任何當權者抹黑和威脅 不怕風不怕雨 勇敢的偉大人民 謝謝 好 謝謝 非常感性的孫先生 好 第二通電話是永和的翁先生 翁先生 您好 想跟我們說什麼 好 我們來接台北的張小姐 張小姐 請說 你好 現場的來賓你們好 六億號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造勢遊行的活動 對 所以算是新鮮人 然後其實為什麼會參加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可能我們平常在生活當中都抱怨很多說我的意見沒有被聽到 可是其實我沒有有沒有在我可以表達的意見的時候站出來呢 就是我要為我自己的名義負責 所以昨天我走出來就是為我自己的意見負責在有機會給我的時候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複雜什麼中華民國的認同 而是我自己為我自己的意見負責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韓總一直鼓勵的 他之前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他說 你們要思考自己的選擇 選擇你要的未來 如果你認同現在的政府你可以繼續選擇現在的執政者 如果你希望改變的話 那你可以在你的投票行為上做改變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政治人物 他要求選民自己思考自己的選擇是什麼 而不是用一個很大的東西來瑕疵你 或者來催眠你 說要你做他要的選擇 包括昨天就六億號號的時候 韓總有說 每個選民不是問國家為你做什麼 而是你要問自己說 我為自己選出一個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對 所以其實為自己的意見做負責任 這個才是韓總他不斷地在他各種言行當中他表達出來的 所以其實為什麼叫做認同中華民國 其實中華民國是一個很空泛的東西 其實那個只是一個歷史而已 真正認同中華民國是創立中華民國的精神 是一群人不顧自己的利益 他們為了一個大利益而犧牲自己的性命 而犧牲自己的家庭 他們要創造一個 不是說我塑造的中華民國 而是一個有公平遊戲規則的地方 讓你可以不論你的出身背景都可以參與表達你的意見 這才是真正中華民國的精神 是 所以曾小姐昨天是你的人生的第一次 你親臨現場的感受是什麼 對 就是我真的在表達我自己 我是為我自己意見負責 所以我要告訴國民黨 你們說你們重視民意 當民意用兩隻腿負責任刮風下雨 我要為我自己的意見負代價去表達的時候 你們說你們重視民意 可是你們連我們要的總統候選人都不給我們 你們的承諾不是很空泛的東西嗎 你們說你們要聽選民的意見 讓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那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給選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不是說你一定要選韓國瑜作為總統候選人 而是你就像我剛才講的 中華民國創立的精神是 一群人為了一個創造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 是讓所有的人都可以不論出身背景 去表達他意見的一個國家 好 非常感謝張小姐 我們繼續再來聽下一位選民的新生 是花蓮的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請說 你好 現場的來賓還有中天的記者 你們都很漂亮 都是帥哥 我很欣賞你們 那我說說我昨天的感動 你有到現場 有 我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你特別從花蓮過去 其實我是花蓮人 那我現在住在宜蘭 對 所以我又呼籲花蓮 所以我的親朋好友們 6月8號一定要去 真的一定要去 到現場才能感受到 我們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才會看到那種感動 那種的喜悅 你最感動的是什麼 最感動的就是大家都一條心 然後看到一個政治人物 是真正的在為我們人民在做事 所以過去的 我很討厭政治人物 因為我知道政治人物 只會說他們的大話 那他們都是講政治話 那出來要選舉的時候 都是講政見是什麼 他們講很多切不切實際的政見 但是韓國瑜一出來 他就這麼簡單的 讓人民聽得懂的一些政見 所以從去年高雄市長出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關注政治人物 他就是我們人民所需要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高雄的人民 能夠讓我們的韓市長 可以再次出來 韓市長說 我們有一些親朋好友在講說 讓韓國瑜除了愛高雄 也能夠愛我們所有台灣的人民 對 所以昨天很感動 真的 然後昨天在那裡 也是淋雨了 但是我看到在場的所有的人 我們都不是互相認識的 我們是自發性的過去 但是站在旁邊的一些人 都是好朋友一樣 我覺得韓國瑜一出來 每一個人都很喜樂 很平安 這就是韓國瑜所說的 台灣的人民要快樂 台灣的人民要安定 台灣的人民要有錢 所以他就是講那麼簡單的一句話 就可以感動我們每一個人民的心 他就是這麼的愛我們 所以也謝謝中天所有的記者 還有我看到的 現在看到的 盛大謙 我的表姐很認識你 對 我是原住民 對 我是原住民 對 我是原住民 那我希望 我也 我昨天一回來 我的姐妹都在問我說 都在話 你姐妹就跟我說 其實真的有那麼感動嗎 真的有那麼多人嗎 我說真的 然後今天妹妹問我說 你真的有流那麼多的眼淚嗎 我說真的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去 我說姐姐要去 我說我們就相約在花蓮 就說好 我一定去 我一定去 所以呼籲花蓮的人 一定要去 好 感謝李小姐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要聽更多的民意 還有更多的討論 馬上回來 這一次上凱道 其實很多人眼珠子都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任何政黨的組織動員 你居然可以有40萬人 而且要記得 5月25號這個消息才出來 說6月1號要上凱道 所以這中間只有7天的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還有號召力 這個號召的人潮的能量 可以說遠遠超過過去 幾乎在凱道的所有活動 是完全打趴的 所以接下來打鐵趁熱 還會有3到4波的 相關的造勢活動 譬如說6月8號花蓮 6月22號在台中 所以袁芯 你還是看好接下來的幾場 對 我覺得昨天 這個活動辦完之後 大家都有一個感覺 意猶未盡 絕對看韓市長在台上 這個群羊 然後非常感動 而且講很多金句 讓大家實在是非常非常 非常意猶未盡 我覺得昨天很多人會用人數 來看這個活動 當然這個人數是非常多 40萬人 已經是幾乎是前所未見 因為畢竟還在黨內出選階段 過去比如說國民黨的一些活動 上凱道 人數很多的 有一次是連送敗選之後 大家帶著那種氣氛上街頭 那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也其實跟昨天人數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這陣子非常不容易 當然有一些綠營的喜歡酸 說什麼人數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無聊 不然你們辦辦看 有那麼多人 也不可能那麼多人 所以講人數實在是無聊 但是人數真的很多 我想要談一個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昨天所有的人 去參加這個活動 都有一個感覺 兩個字 驕傲 我覺得一定會非常驕傲 就像那個貝影哥 貝影哥淋雨之後 他為什麼坐挺挺的 如果有人問他說 貝影哥是不是你 就是我 你為什麼那麼挺 我驕傲 語越大 我越驕傲 假設 說得好像你就是貝影哥一樣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 沒有 差滿厚實 比較厚實是不是 但是我開一個玩笑 我不是詛咒貝影哥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他感冒了 然後咳嗽 人家說你為什麼感冒 因為我是貝影哥 我驕傲 他連感冒都會很驕傲 所以昨天所有上凱道的人 一定都非常非常驕傲 這種驕傲程度就好比說 我2000年的時候 我去紐約時代廣場跨年 那一年我下午2點之後 我就去等那個跨年那一 我等了10個小時 而且我到了晚上11點的時候 我尿急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人 就用寶特瓶就接了 然後我去跟人家分享 這段歷史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我驕傲 所以昨天所有的去 上所有凱道的人 都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一輩子可以去講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韓市長有這樣的價值 韓市長就是值得 讓我們這樣挺他 下午1點鐘 12點下著大雨 大家都願意去 為什麼 他值得 他有這個價值 一杯咖啡 你可以花10塊錢去買 可是為什麼有時候 你會願意花150塊 去買一杯咖啡 我多花140塊 為什麼 他有價值 所以我們人數撇開不講 我們從參加者群眾的熱情 跟群眾對這個活動的支持 來看他的價值 你會覺得韓市長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 值得我們去支持的人 我剛剛講昨天 其實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回過來說接下來的花蓮 接下來的台中 還有其他活動 大家要去 為什麼 因為昨天韓市長 他跟他講時間20幾分鐘 已經非常的振奮人心了 他用很短的時間 把他的治國理念 做了一個很清楚的交代 比如說外交國防兩岸 比如說很多金句 比如說很一句話 就把民營黨的執政的 核心點出來 過去說堅卑 堅卑 再堅卑 其實是權力 愛權力 這就要講多少人 是非常的認同 接下來他去其他的場子 比如說台中或花蓮 我相信他會提出不同的論述 而且他一定會 去那個地方 會提出在地的論述 好比說到了花蓮 其實花蓮不是一個 比較適合辦大型造勢活動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知道 花蓮人口會比較少一點 他為什麼會選擇去花蓮辦 當然我覺得當然有一定的信心 因為我們的韓粉 應該很多韓粉 也會跑到花蓮去支持他 但是他可能也是重視東部 他一定會根據這個地方 提出他對東部的發展的一個策略 台中 台中也有他的策略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韓總在韓市長 在未來幾場造勢活動 會提出什麼經濟人氣的做法的話 如果你這一場意猶未盡 如果你要去體會一下 這種驕傲的感覺 如果你想要像剛剛很多 扣印進來的朋友一樣 那一種感觸良多 然後覺得去力挺韓市長 是一種很知道 很有意義的事情的話 請大家接下來的場次 是千萬不能錯過的 好 我知道其實在昨天 像是我問了很多很多的韓粉 很多人真的都是第一次參加 這種大型的造勢場合 那麼所以接下來我想要聽聽 像是在高雄的邱小姐 邱小姐 昨天你也到現場嗎 謝謝 來謝謝 來自四面八方的挺韓國語的韓粉們 謝謝 我是高雄的邱小姐 上次在你的節目我已經說過了 31號我就坐高鐵北上 昨天去挺韓市長的時候 我坐706的公車到法院 一上車 整車的人都是戴國旗 我們都是 我有戴看板 到法院走路進去 下了兩場的大雨 穿雨衣都濕透了 結果我的看板也毀掉了 我們一個念頭 一個念頭就是什麼 風雨深信心 絕對不要投 絕對一定要挺過去 不能走 終於讓我們等到了韓市長 到的時候也挺了 我們等到了 我們有希望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能夠挺過來了 謝謝 也謝謝中天 謝謝 好 所以邱小姐 昨天你在現場韓 他就掛了是不是 好 沒關係 這個 他講完了 是他表達完了 好 一樣來自高雄的徐小姐 哈囉 喂 你好 請說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高雄的徐小姐 我雖然昨天沒有去參加 但是我住在高雄 我住在最艱困的地區 就是前鎮 小港跟林園工作 那氣爆的時候 我現在想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國民黨不能再決裂 因為現在有要出來參選的 有王院長還有郭台銘 郭台銘董事長 郭台銘董事長 我認為可以勸退 但是王金平絕對 王金平院長一定要幫忙說 看整個氣勢 不要讓國民黨 每次國民黨要是分裂的話 通通都輸 再怎樣都是輸 然後民進黨他們都團結在一起 他們就是在整個黨內廝殺 到最後就是像你們 我看你們的電視講 他們就是頭又長出來 馬上就都長出來 什麼什麼都 通通都長出來了 所以這件事 那個正式的蔡英文總統 他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說我們國民黨 韓國瑜沒有 裡面我們沒有統整好 讓那個王金平院長 自己獨立出去參選 王金平院長他的票 高雄真的非常多 而且他那個海派委員 那個海派四處都有好朋友 所以他的票也應該會不少 所以絕對不能分裂 這樣子又會便宜的誰 又會便宜的柯文哲 我只是想要表達我的意見 好 感謝徐小姐的苦口婆心 徐小姐剛剛提到了說 蔡英文的施政不好 的確也被韓國瑜批評 是鬼混政黨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繼續聊 歡迎繼續回到大民調 大攻略的Live現場 剛剛市長韓國瑜在昨天說 要讓鬼混的政黨下台 空腔有力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1 2 4讓民黨大敗 原本期待民黨會改變 結果半年過去了 今天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來凱刀 因為民進黨執政完全沒改善 他說蔡英文上台說謙卑 謙卑再謙卑 而現在是權力 愛權力 好的確 蔡政府執政三年來 我們來看到在5月份的一份 最新民調 關於蔡英文執政三年的 整體施政滿意度 居然掉到只剩三成 所以有大概超過半數的人 是不滿意 將近六成不滿意 而台灣的經濟狀況 也有超過半數 52%人認為是向下沉淪的 那麼另外支持蔡英文連任 也不到三成 不支持高達了52.8% 好 那麼也因此 韓國瑜會說 希望讓這些鬼混政黨 鬼混的政治人物下台 可是我們知道 這個蔡英文在今天才說 請大家再給他連任4年的機會 他會讓台灣脫胎換股 大謙委員 對 我想其實韓國瑜在昨天的 一個談話的重點 他提高到了一個政治領袖的高度 原本很多人都以為說 韓國瑜可能在昨天的會場 會吐一下他的苦水 講一下他的冤屈 或者是花更多的時間琢磨在 黨內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跟競爭的角度 可是韓國瑜並沒有 韓國瑜昨天在現場的一個發言 他的高度就是一個 政治領袖的高度 那麼他針對的目標就是蔡英文 針對的就是民進黨 他就是以一個中國國民黨 未來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 一個角色 對民進黨執政提出了他的看法 跟不同的一些意見 所以不管是內政外交 兩岸國防 甚至是經濟 各個層面 他都有對於民進黨執政的 一些弊端提出了一些批評 當然他也很負責任的 提出他解決問題的方案 那麼說實在的 就是說蔡英文今天的一些回應 我認為還是稍過於薄弱了一些 因為你會看到蔡英文今天 只是不斷的在虧他 說你高雄市拿出了什麼政績 然後接著蔡英文就提到說 年金改革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可是其實不管要比政績 韓國瑜在過去這四個月 拿出來的政績 絕對超過城局 當時施政這麼多年的一個比例 因為在這四個月來 他幫城局收掉太多的爛攤子了 不要講別的 光講那五千個天坑 城局就應該要很感謝他了 雖然收掉了這五千個天坑 未來高雄還有其他的天坑會出現 都還是未定之數 因為整個高雄的這個 鋪路的品質並不好 尤其是韓館 湘韓的破洞太多 所以好不容易韓國瑜 花了四個月才把城局 那五千個天坑收完了 那麼未來恐怕還要繼續 再幫城局政府來收他們 可能會發生的天坑 但是光是這些工作 我覺得蔡英文就沒有資格 去批判韓國瑜 更不用講到說 軍公教的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的方向 如果一旦錯了 那你整個改革都沒有資格 來討這個功勞了 而現在台灣的年金改革 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這個改革的方向錯了 韓國瑜提出來說 一方面你沒有針對 軍公教的退休人員 做出既有政府該承諾的保障 這是一個政府的信任保護原則 更重要的是 他更關心的是 當你做了一個錯誤的年金改革 可能會造成台灣消費的萎縮 內需的萎縮 它將會變成一個 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 所以當韓國瑜跟蔡英文 提出政策辯論的時候 顯然蔡英文並沒有直接的 跟韓國瑜就軍公教的 整個年金改革的政策上來進行溝通 他只是很簡單的講了一下 說這樣的年金改革 是一個方向正確的東西 但是坦白講 如果方向真的正確 民進黨在去年不會敗得這麼慘 那麼台灣經濟這幾年內需 不會遭得這麼嚴重 所以我想當然蔡英文 如果真的要死鴨子嘴硬 我們也無話可說 可是蔡英文如果繼續這樣子 堅下去最後賠上的 是民進黨的政權 也是台灣的未來 誠如韓市長所說 對 去年1.2.4民黨大敗 大敗了之後以為民進黨會改變 結果半年過去了 看不到任何的改變 而且執政滿意度 掉到應該算史上新低 滿意度 支持度這麼低 蔡英文還說 要讓他連任給他機會 競平 所以再給他機會的話 台灣不就完蛋了 已經沉淪下去了 再下去不就成了嗎 蔡英文其實我看到昨天 這樣一個凱道四師造勢 整個非常的成功之後 他對於主要已經列為 不管是藍營內部或是綠營 綠營字也是一樣 藍綠都視韓國瑜為主要敵人 其中一個對手 蔡英文 他就把這個韓國瑜當成就是 網紅式的回嗆 網紅式的反酸 然後要韓國瑜去專心示政 向酸民視了這個回答 同樣也打臉他自己 因為當他在講韓國瑜 過去都不到半年這幾個月 做的東西 還有包括之前那個 《遠見雜誌》他的這個民調 還有包括這個縣市首長 在這個六都裡面 他跟其他的這個 已經做了一任四年多的 這個縣市首長 他比較之下 大家都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個遠見的民調成績 毫不遜色 你蔡英文拿什麼跟人家講 三年多來 如果要講正的話 正的到底有多少 我真的想不到 我想到的都是負的 怎麼辦 除了剛剛大千委員說講的 軍公教年進改革 我想到就是打軍公教 鬥軍公教 砍軍公教 然後現在又發 這個因為怕大選要到了 趕快找軍公教來拍一拍 然後這個好像說 希望能夠軍公教能夠體諒他 能夠理解他如何如何 又說什麼 不要在選舉的時候 又把它分族群 是誰在不選舉的時候 就已經在分族群 然後選舉的時候 又刻意淡化這個議題 你以為軍公教都是笨蛋嗎 蔡英文你是這樣治國的嗎 你們民進黨從頭到尾 從上到下 所有的這個人 是過去怎麼去污名化 軍公教的 然後後來又要耍勞工 又批勞工 記憶一修到勞機法二修 後來現在蔡英文又喊出來說 那個老闆你應該給這個 勞工員工加班才對 創下 這是你們修的法 這是你們讓勞工沒有辦法 去加班 那弄到最後 結果什麼都不是 而且到現在執政三年多來 邦交國斷了幾個 你自己講講 或許他們會講 一切都是中國大陸的陰謀 一切都是惡共害 怎麼樣怎麼樣 好 錯都是錯別人 別人都有錯 就是你自己沒錯 這就是典型他們在上位者的 這個思維 所以為什麼其實 韓國瑜昨天在這個現場 他除了喊出幾個金句之外 他講出來都是很直白的現象 從這個現場三四十萬的人 這個紅潮整個國旗 淹沒了這個凱道 他們希望能夠把這個總統府 奪回來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雄心壯志 就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 像韓國瑜一樣 有一個可以晚秀 開始跟他們一樣晚秀 跟他們打拚 站在一起的夥伴 這樣子可以這樣勾肩搭配 站在一起晚秀的夥伴 不是你那個高高在上 毫無整個感覺 完完全全活在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只有在這個 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以前 前兩三年 剛開始前一兩年 還躲在臉書後面治國 然後等到後面 被人家罵出來之後 現在又開始用網紅治國 用各種不斷的方式 去修擬你的這個人民 然後跟你的這個人民 距離越來越遠 然後又開始用不同的這個方式 想要鞏固你自己的權位 你看看現在他在民進黨裡面 逗他自己的這個同僚 賴清德就知道 所以韓國瑜講得沒錯 愛權 愛權真的是愛權 權力 愛權力 什麼謙卑 謙卑再謙卑 那都是選舉的時候講出來 剛選完的時候講出來 麻痺大家的這個話 現在他這三四年來 果然是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所以韓國瑜講出來 是一種直白的現象 我真的覺得很佩服 韓國瑜跟賽場 包括當昨天這樣的一個 整個大雨暴雨交不息的 所有的這個熱情的韓粉 心裡真的是意志相通的 因為當大家的理念一樣的時候 希望能夠把整個台灣翻轉回來 因為過去這三年多來 大家悶夠了 把那個情緒一吐不快 就是不吐不快 整個好像宣洩出口一樣 因為你看看最近 這一連串以來的民調 光是看到民調 不滿蔡英文的施政 之前中時也有登出來 那個民調兩岸關係的處理 就超過六成不滿他了 如果說民調可以反映出 現在的這個治國 和我們台灣的這個現象 我們真的覺得我們越來越糟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昨天要喊出 要趕快簽FDA等等 然後自由的這個經濟 然後包括還有 甚至可以像美國日本一樣 他不是喊出一個這個發財外交嗎 當然很多人會講你又是口號 然後只會口號怎麼樣怎麼樣 至少人家接觸了一個方向 告訴民眾我們要怎麼去拚 不是一昧的用政治 卡死了經濟 兩岸不交流 然後國際又不突破 你只想要去用你的方法 去鞏固你自己的權位 然後不斷的鬥自己人 然後挖自己黨內 也挖自己台灣裡面的 各個跟你政黨 黨同伯義的這樣一個老百姓 然後去挖人家的這樣一個 自己的這個好像自己的一些錢 自己的一些小確幸 把人家犧牲掉來成就你自己 這就是你蔡英文 也難怪昨天三四十萬人 能夠被激出來 到這個凱盜去跟你 大聲的去反彈 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腳 去決定說 他們要什麼樣的一個未來 對 所以這些人 這數十萬人其實就是因為 在這個蔡政府執政之下悶透了 所以尚凱道 淑慧 最近前一陣子 有一個遠見的滿意度 其中對各縣市首長 還有六都都有做 跟各位報告 剛剛建平大哥提到說 數據我現在跟大家講 其中台北市市長 他做了四年又五個月 結果他的滿意度只有48 連一半都不到 就代表說過半的是不滿意的 然後我們的韓市長他才上任五個月 他的滿意度是快要六成 也就是他的滿意度 已經超過一半的高雄市民 他都是滿意的 即便說有人在唱衰說 他要選總統 高雄市民是不贊成的 請問一下 高雄市民會有這麼的糾結 錯亂 矛盾嗎 一方面對他當市長超滿意 然後一方面又說我反對你幹嘛幹嘛 不會 因為韓市長選總統 這件大勢所趨已經很多個月 大家已經討論很多個月 但是這份民調才剛做而已 他的民調市政滿意度還是很高 代表說民進黨說他無心市政這件事 高雄市民是給了XX 不這麼認為 高雄市民過半是滿意 他在高雄市的表現 我們聽到說前一陣子 蔡英文總統他去酸韓國瑜說 你把市政做好 可是我真的很想告訴蔡總統 你過去三年就是因為你沒有把國政做好 才會導致現在民進黨去年大敗 然後今年的選情也不樂觀 大家想一想 如果蔡英文過去三年的 國政滿意度很高的話 大家都很滿意的話 今年兩黨的初選會這麼熱烈嗎 你的行政院長會出來跟你對選嗎 不會 對不對 韓市長一定就是 你把國政做得這麼好 希望你好好配合我的高雄市政 我就好好的把高雄市做好 不是嘛 為什麼現在大家有這麼多 憂慮感跟焦慮感 就是因為過去三年 你國政沒有做好 你說再給你四年 你要讓台灣脫胎換骨 不對再給你四年 台灣就脫皮骨折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你在酸韓市長前 先問你 你對高雄做了什麼 你為高雄做了什麼 從韓國瑜上任以後 你跟你的行政院的所有的官員 你的府院黨 你們對高雄做了什麼 你們對韓市長出手做了什麼 我看不出來你們有愛高雄 我也看不出來你們有愛台灣 所以為什麼 現在韓市長大家說 包括連高雄市民 其實都有相當一定的比例 是支持他出來選總統的 剛剛我們打電話進來 很多就是高雄市民 他們也不遠千里的 一起來台北去支持 雖然韓市長每天在高雄 跟他們在一起 但是韓市長來台北造社的時候 他們還是跟著來 為什麼 他們要表達說 其實我們高雄市民 是支持韓國瑜的 不像有一些民進黨唱衰說 要發起罷免或是什麼 你發起看看 最近有一個高雄市議員 跟我講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他說陳其邁已經陸續在高雄 辦什麼所謂的市政說明 市政座談 我說真的嗎 你把它錄下來 你派人把它錄下來 這代表什麼 代表連民進黨 連陳其邁自己都覺得 韓國瑜會選上總統 陳其邁根本就不管 民進黨會不會丟掉執政權 放成陸院長不對 對 他只是在想說 我又有機會了 他說不定還心裡默默的期待說 韓市長選上總統以後 我又可以再去選一次 高雄市長的補選 要不然現在陳其邁在幹嘛 我說你把它錄下來 你把它錄下來 你把它上網 所以我覺得民調騙不了人 民心也騙不了人 執政滿意度怎麼樣 蔡英文你的執政滿意度 不要說像韓國瑜一樣到六成 你連四成這兩年都沒有見過 所以拜託不要再給你四年了 我希望說 如果你真的為台灣好的話 是不是就到此為止 之所進退 好 所以我們這個蔡總統 應該要多多聽著 來自基層的聲音 所以我們繼續接電話 永和的翁先生 翁先生你好 好 請說 可以想嗎 請說 喂 請說 哈囉 主持人跟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永和 翁先生 昨天這一場造勢的話 我也有去 我們十一 十二點多就到了 我想很多外界的人會認為說 這個造勢場合應該忍不多 其實說真的 在我們三四五六年級的 三四五年級的這些庶民來講 我們每一個人心目中 我覺得都有一個政治人物 會讓我們好懷念 就是蔣經果先生 那當韓國瑜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好像蔣經果的混又回來了 所以即便說 這個造勢場合 這是造勢的話 這是差不多一個禮拜前才通知 一個禮拜前 其實在我們三四五年級 甚至我們這種庶民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準備了三十幾年 期待這樣的政治人物三十幾年了 所以即便說真的 這個雨下那麼大 我們都很清楚 那我想我們等待那麼久 終於怎麼可能會教習我們 再加上說真的 我們很感謝 這個攝影記者 把這個背影歌能夠照出來 其實很感動 但是我想跟背影歌講 你並不孤單 我覺得你並不孤單 因為在現場 不管二十幾萬 三十幾萬 四十萬 最起碼會有十萬個人遺葬 像背影歌一樣 我想當你等待 期待這樣的一個人物 三十幾年 等他出現的時候 你已經準備好了 還有什麼東西能夠趕我們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背影歌 是我們這些人的代表 我們很開心 我們當然也希望背影歌 你能夠真的跟中天聯絡 真的 我也希望這個平行 不管是在台中或在花蓮的話 對 我相信韓國瑜的造勢一定會遍地開花 那你自己花蓮或台中會去嗎 文賢接下來花蓮台中你會去嗎 我可能沒辦法去 因為我事情也有可能我們會安排看看 我想說這種遍地開花不一定要固定的 因為我相信全台灣現在特別是能夠趕懷三十幾年前 甚至你有這種理念的人應該通通會出來 所以我這造勢非常非常好 然後另外我想說韓國瑜這次出來的話 我相信他不只換回說老百姓的 除了選票以外他還換回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尊嚴 除了選票我們還可以有尊嚴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也想說奉勸國民黨的一些大佬跟老大 二三十年下來 如果你們國民黨的這些大佬 能夠把台灣改變好 說真的今天台灣就不會變成這樣了 我也希望說真的 這些國民黨的大佬跟老大們能夠集流勇退 讓有能力的人出來 真的留個後面給大家 然後另外的話我也想說 我也想建議韓市長 愛與包容是很重要 但是有些人我想說懵懂或無知的人 你可以用教育 但是有些真的十大二級的可惡的人 我們還是需要用教訓的方式 有些人是需要用教育的 但是有些人需要用教訓 你不要去給這些人太寬容 冷得我們很多人的心 不要像我們馬前總統 做到輕則痛抽則快 那我們真的是會很傷心 我相信韓國瑜這一次出來的話 全台灣的老百姓 特別是我們這一種人 全台灣的老百姓都會全力支持你 真的韓國瑜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為了台灣 為了台灣 特別國民黨 你真的要放棄陳建 不要再亂來了 台灣最後一個機會 我們更不希望說 每次台灣這二三十年選來的總統 就是當任的總統 我們全民都在罵 等下一任總統以後 就開始懷念全任一任總統 這是我們真的不能接受的 罵馬英九 罵陳水扁 蔡文上來的時候 我們開始懷念馬英九 我相信韓國瑜出來 一定會終結這個 我們不需要再懷念全總統 我們不需要再懷念全任總統 我相信韓國瑜一定能夠終結這個觀念 謝謝各位 好 沐先生 你很有信心 繼續 高雄的孫先生 孫先生你好 好 下一位也是高雄 高雄林小姐 林小姐在線上 請說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高雄林小姐 我們昨天參加那個活動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動 不到沒有在現場 我們跟你們講一下 其實昨天的情況就是 大家一開始被熱的鑰匙 後來林小姐 後來又被曬乾了 後來又被熱的雨 又被曬乾了 我現在就已經生病了 可是內心的那種震撼 還有興奮到現在還燒不去 你被震撼的是什麼 震撼就是韓總昨天終於說了 他說他願意接受任何的職務 為了中華民國 把粉絲碎骨在所不息 你知道介紹多少人 那麼的振憤嗎 甚至我前面那個伯伯 他的肩膀就抖抖抖 我就知道他在哭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自己眼角也是 眼眶也是濕濕的 我真的感覺非常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 親自親身在現場 那個感受真的是不一樣 然後據說 佳芬姐在台上眼眶也濕潤了 因為看到台下 有這麼多人來支持 然後大家一起唱的 中華民國頌 那種那個場面 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但是我們剛剛有一位 那個勇和的汪先生 他說的非常對 我們為什麼會緬懷 金國先生 那表示我們過去的 幾任總統 可能即便他們有努力 但是可能也是 部分的辜負了我們選民的期待 其實我們選民期待的是什麼 就是韓國瑜說的 我們期待一個好生活 我們期待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子女 能夠有比我們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要在一堆很爛的政治人物裡面 勉強選一個自己覺得很爛 但是因為顏色對了只好選 又或者是兩個都很爛 這個沒有那麼討厭 所以勉強選的這樣子的 那韓芬芬昨天也說了 重要的是我們為了台灣為了自己 我們把票投給了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一個把整個台灣往上提升的力量 因為跟很多的聽友說 選一個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他的新的方向 新的方向對了 會用人 國家都是往上提升 可是如果你新的方向不對 那提升的就可能只有頂尖的 1%的階層 那就會變成一個金字塔 那我們大部分的庶民老百姓 99%甚至80%的老百姓 我們這是金字塔的底端 而貧富差距會越來越擴大 這對全民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新的方向對了 那都真的正確了 那起碼可能會有一半以上的老百姓 可以過得比以前幸福 比以前好 比以前有展望 那6月8號 我們在花園會有一個活動 所以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們 因為剛好遇到連續假期 想要去的朋友們 現在開始要動作了 快點訂你的車票 還有訂房 就因為花蓮嘛 因為我們西邊的人到東邊去 其實一天來回很辛苦 那剛好就遇到連續假期 所以最好大家可以去那邊 兩天一夜遊啊什麼的都蠻好 所以你已經開始訂票了嗎 已經有一些朋友在我們韓家軍的臉書社團 就出他們訂的那個普庸馬的票了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真的好快好聰明 然後呢也有旅館業者 到我們韓國瑜愛高雄的臉書上面宣傳 他們就在留言上面說 歡迎大家來花蓮 可以訂我們的民宿 我們可以所有支持韓國瑜的朋友打巴巴折 這樣子 我今天看到的時候覺得 哎呀 大家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喔 那就呼籲所有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包括東部的朋友 或者是西部的朋友 因為放廉價嘛 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我們可以到東部去到花蓮去訂遊 而且花蓮那邊的確非常多好吃的民產 對不對 有很多小吃也是以前那個什麼美食節目 都有介紹的 那第一天星期六 我們參加完韓市長的活動以後 晚上可以去逛逛花蓮的夜市啊小吃啊去休息 第二天呢還可以有一天的行程 然後再回你要去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不錯的 那希望大家趕快注意把握一大時間 該病跳的該病房的動作要快了 好 謝謝千惠姐姐 好 感謝林小姐的提醒 那我們下一位是在高雄 高雄人邢太太 邢太太你好 你好 你好 那個千惠還有 那個所有來賓好 好 我昨天那個6月1號我是沒有去 但是我的心是在那裡的 心在那 那我要表達一下就是 之前有網路在指責我們韓粉 都是一些比較不理性 昨天的這一場 造勢大會 我們這些韓粉展現超高素質啊 現在這些民嘴可能有看到了 以後可能就不會亂講我們韓粉 素質比較差 請看看昨天的這一場 有多少政治人物可以降 昨天這一場的 這一種的熱情 然後 再來一點就是 蔡英文 她執政了三年多 她沒有替台灣拼金幣 沒有替老百姓賺錢 然後只會拿台灣的錢亂刮 風力發電兩兆這樣子給她發下去 這麼多的一個學者建議 台灣根本就不適合這個風力發電 你現在的執政者你有聽到嗎 他也是一樣裝聾聽不到 所以說這一些事情就是要讓我們韓市長 以後當總統的時候 來好好的把它做好 然後再來一點 現在政府都無心去注意民生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一些大藥廠都撤走了 這個藥品都已經就是換比較差的 你今天你這個執政者要是有為人民的性命安全 你一定會很用心的在這一塊 兩兆風力發電都刮下去了 為什麼這個電保要把這一些藥物的費用把它降低 然後讓一些大廠全部撤走 讓那一些犯者本來可以吃到什麼藥 現在換成四等的藥 這個是一個執政者的責任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希望昨天我們這些熱情韓粉們 我們2020一定要來改變我們的領導人 要不然的我跟你講 島民就是我們這些低層的人員 我想上個月的事情 我們那個小港 那個城底講說那邊都是透天的房子 不需要營機車 後來有一副房子燒掉了 死了兩個人 沒有營機車可以救人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老百姓 所以說才會這種悲劇發生 你政府怎麼填刀花 但是為什麼你都不去注意 這個老百姓最貼切的一些生活的事情 我是身為一個高雄市民 我很關心就是說這個藥物的問題 然後再來現在的執政黨 一下子什麼東西就提到 一下子什麼東西提到的話 我們台灣有這麼多錢給他頒嗎 這個是我要表達的一個心聲 好 感謝邢太太特別點出了 蔡政府執政都亂花錢 既然提到這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就好好談談錢的問題 韓國瑜昨天在凱道的談話 讓人最有感的還有這一部分 他提到了經濟困難重重 台灣怎麼辦 他擔心的是下一代 年輕人 大學畢業生面臨了 失業率低薪 住房困難 這三大問題 他說他們如果沒有辦法 為下一代打造好的環境 離開世界是羞恥的 有什麼臉從事政治活動 好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 那麼蔡政府做了什麼事 他說做這個 想要做勞工的年金改革 可是問題是 對這一塊沒信心高達56% 為什麼 因為都是看在這個 軍工這樣年改 改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局面 好 而蔡英文就說 完成公教年金改革 讓年金破產不是台灣迫切的危機 好 那麼認同她的話 百分三三有超過半數的人 一樣是不認同的 以及蔡政府執政之下 台灣一般家庭的薪資 還有生活水準 大家都說沒有明顯改善的 七成多的人 大家無感嘛 你再怎麼說 好 以及勞動條件 一直在喊勞工勞工的 蔡政府又做了什麼 一般勞工說 沒有明顯的改善 55.6%的人 好 所以看到這麼多這麼多 也是今天迫使韓國瑜 出來講這番話的原因所在 失業率低薪住房困難 其實在昨天的現場 我們也碰到了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很多人除了北漂之外 其實是西進大陸的 他們就說 聽到韓國瑜講這番話 心有欺欺焉 原知 我覺得蔡英文就是一個 嘴炮治國 臉書治國 你知道他昨天看到 這麼多人上街頭 他還之前在臉書發一個 很文青的一個圖 就是說 國家交給我 未來交給你 我們還敢交給你嗎 對不對 所以網友馬上就在下面留言 他說什麼未來 什麼樣的未來 網友馬上留言 國家資源交給我 未來交給你自己承擔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民進黨就是把國家資源 吃乾媽淨 所有好處全部都自己也拿走了 你有在care年輕人的未來嗎 你講到年輕人 民調也顯示 蔡英文一直凸顯好像很多年輕人 支持他對不對 故意在黨內出選的時候講說 我要守進民調 因為年輕人支持我 所以我要守進民調 年輕人有支持你嗎 同樣一份民調上面寫字非常清楚 高達4成多年輕人 不希望你連任 高達4成多年輕人 覺得不滿意你的執政 你還好意思說 年輕人跟你站在一邊 韓國瑜韓市長昨天講說 低薪買不起房 是年輕人的一個很大痛苦 他要來幫大家解決問題 蔡英文你有聽到嗎 你只會講而已 蔡英文就講說 年輕人的目標 我希望他們可以達到 一個月三萬塊 你只有講而已 你的做法是什麼 對不對 現在我們年輕人最新的 還是23,000 你的辦法是什麼 講不出來 他說我們有國際國造 國建國造 然後國際國造 國建國造 特定產業促進就業機會 或者是特定產業的薪資 有達到3萬以上 不代表其他的產業的薪資 會達3萬以上 你有沒有了解 企業為什麼不加薪 你有沒有了解 接下來年輕人 低薪的原因是什麼 年輕人低薪的產業是哪些 你完全不知道 只會在那邊嘴炮 然後我從昨天的選舉之後 觀察民進黨他們的反應 真的是一個毫不反省的政黨 當看到40萬人上街頭的時候 如果我是蔡英文的話 我一定馬上出來在臉書 PO一個鞠躬道歉的照片 對不起 讓大家失望了 因為按照韓國瑜的說法 所謂的韓流 其實是民心跟民怨 有40萬人上街頭 就是有40萬人反對你 你看到沒有 你有沒有出來鞠躬道歉 完全沒有 只顧著酸人 怎麼酸 故意酸韓市長說 那你為高雄做了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守情窮 總的又說 你要發大財 你發大財 你就不要來跟我中央要錢 你自己就 你今天發大財 應該就分給其他縣市 朱仁川你好意思 我真的看我真的受不了 這什麼政黨 然後有一個蔡英文的幕僚 看到昨天這麼多人上街頭 他怎麼說 他們動起來了 我們也要有動作 我以為他的動作是要開始 好好的了解民心民怨在哪裡 要提出有力的政策 不是 他們動起來了 所以我們也要開始拚初選了 9月10號 拜託大家支持小英 你看到幾十萬人上街頭 你還一直想著你初選的事情 所以拜託所有的 國民黨支持者 我們韓國瑜的支持者 我們明年1月11號 一定要讓這種 不知道反省的政黨 讓他們輸 還有民運黨現在只剩一招 挑動兩岸情節 故意一直講說 我們被斷打壓 我們要顧主權 1月11號就是要顧主權 就要投給蔡英文 昨天韓國瑜講得多清楚 哪一個現在的執政者 不顧主權 這是一個假議題 這是一個廢話 你們不要騙人了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不顧主權 難道要去顧菲律賓的主權嗎 韓國瑜講得已經非常清楚 已經打臉你了 你不要再講廢話 再講顧主權 這句話已經騙不了人了 所有人現在頭腦都非常清楚 誰給我們一個安定的未來 誰可以指出國家的方向 我們就支持誰 再挑動這種兩岸關係 在現在大家這麼聰明 已經沒有用了 沒錯 跟我們實際一點的東西 尤其韓國瑜 在昨天講這段話 我相信打動很多人 他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為下一代打造好的環境 是羞恥的 韓兵 其實大家如果還有點記憶的話 當初蔡英文要選舉的時候 也是跟我們講這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也是說年輕人要住房 低就業率 然後高失業率 怎麼樣去調薪 結果三年後 韓國瑜再講一次 然後這麼多人被他感動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三年來 蔡英文完全沒達到這些東西 你看這個調查做得很明確 你看 尤其我看到這一個 公教年金 公教年金改的是公教 照理來說跟絕大多數人是無關 大多數人他幫政府省錢 大多數人應該支持蔡英文 結果超過一半的人是不認同 所以表示即使是跟一般無關的 大家都覺得你做得很爛 不就是這樣子嗎 尤其是這個最明顯 台灣一般家庭的 新車的生活水準 認為沒有明顯改善 是超過七成 超過七成是什麼意思 就是基本上就是這個社會 幾乎絕大多數人都認為 你這三年來 完全沒有改善我們的生活 恐怕也讓我們的生活 過得更糟 這個就是你蔡英文 真正執政無能 你2018 9月1大選 你會慘敗的原因 可是蔡英文完全不認為自己有錯 他認為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我們跟不上他的水準 跟不上他的腳步 所以他繼續躲在自己的同溫層 你看蔡英文從2018敗選之後 他現在開始下鄉變得很平凡了 他昨天人家跑到坎德格蘭大道 前面去集會 結果他溜到彰化去了 然後要去下鄉 可是他下鄉真正去視察到 一般的明末了嗎 真正了解基層百姓的痛苦嗎 沒有 他到現在還跟過去一樣 每一次到那個地方 都是當地的黨部 當地的民進黨的縣市長 幫他安排好的這些人 然後去看那些樣板 然後活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頭 然後永遠不知道 民眾真正的痛苦在哪裡 你知道有什麼意義 你除了安撫你幼小的心情之外 對 你這整個選情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 韓流是怎麼出來 韓流並不是韓國瑜有多厲害 韓流是被你蔡英文弄出來的 結果你弄出來之後 現在你還冥完不靈 繼續要走這條路 結果昨天就來40萬人給你看了 我老實講 如果你持續在這樣子 我相信到花蓮會更恐怖 你要知道花蓮總共 全縣人口也不過才二十幾萬 對啊 所以 怎麼更恐怖 你想想看 在那邊如果聚集到五萬 甚至十萬人 你想想看那多可怕的景象 那個基本上 就真的是萬人空向 而且是那一整個縣裡頭 跑出了多少人來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蔡英文一定要把大家逼上這個路子 逼讓全國人民 全部走上街頭來煩你嗎 但是因為6月8號 其實花蓮的時間很急迫 做一個花蓮女婿 我也真的跟大家呼籲一下 真的一定要 像剛剛林小姐所告訴大家一樣 趕快去訂車票 因為花蓮車票真的很難訂 我要講 而且班次也不多 然後說能夠去也很少 在家你從北部來 就只有一條路 叫蘇華公路 蘇華公路如果大家訂一輪車 不好意思 很容易就會塞車 你從南部來 其實也就是從南回這樣 要繞過來這樣走 中橫其實很不好通 所以到花蓮的交通 真的是滿困難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提早到 如果你沒有什麼事情的話 提早兩三天到都沒關係 因為花蓮有很多風景 很多地方 值得大家去玩 順便玩 因為韓總有銷帶要什麼 要我們大家拚金鏡票 對 促進觀光 對 促進觀光 讓大家發大財 至少先讓花蓮鄉親發點小財 然後大家一起來 完成這個活動 一起來挺韓總 我覺得這樣子一減二個 才是韓總 真的希望大家去做了 好 我們現在在電話線上 是台北的謝先生 謝先生 您好 好 有 請說 主持人 您好 首先我要在這裡 謝謝你們中天的主持群們 你們真的很棒 有你們支持我們韓總 當然我們韓總 可能會被人家磨會到很慘 謝謝你們 還有大千跟原資 你們都是很棒的政治人物 希望你們繼續替我們韓總發聲 然後現在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韓總會去海道 不怕風 不怕雨 不怕太陽賽 是因為我們支持這個人 而不是因為他的政黨 今天就算他是無黨局 我們還是會支持他 如果不是因為他 為什麼這麼支持他 因為他做事認真 我們都知道他真的有在做事 我們是從北農到他到各種市長 真的是為了人民而做事 而不是做戲 而且他講實話 我們不希望說未來的孩子 什麼 未來的孩子 沒有 未來的孩子那個 希望更好 對 希望未來的孩子會更好一點 而我們要看到為了下一代 選出一個更好的政治人物來支持 來引導我們台灣 不要像民進黨這樣子 只是會說謊話 然後欺騙 用騙選票方式來 來 用騙選票方式來欺騙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現在不是這套 我們現在都已經明治大開了 他騙不了我們 我們只要韓國瑜 好 謝謝你打電話進來 好 下一通永和的趙先生 趙先生 你好 你好 某人講過 馬祖叫我來選總策 真是侮辱你我的智慧 從去年11月20日隔天的話 觀察到高雄各省的投票狀況的話 我覺得當然是民進黨的咎由自取 但是這絕對不是國民黨的勝利 是人民的勝利 很多人說韓本是不理性的 但是說我覺得韓國瑜 他不是完美 但是他是真實的 他的真誠感動了人民 所以我們請他 像昨天 這個來到的狀況的話 就展現了說 我們相信台灣 有韓國瑜出來了 這是台灣人民的希望 這是人民的勝利 這個絕對 國民黨高層 絕對不能忽視這種狀況 好 謝謝 不應該再錯二錯 好 謝謝趙先生 謝謝你 下通電話台北的簡小姐 簡小姐請說 謝謝 因為韓總讓我知道政治的重要性 以前 以前你都不關心 是 我從來認為 我心目中喜歡的人出現 我去投就好了 甚至我也不在乎我要不要去投 我已經很久沒有出來投票了 去年我出來投了 因為韓總我進入聊天室去聊天 因為韓總我打到各大明代的服務 我只要求他們替我們發聲 我們要韓國瑜 在這邊我謝謝洪威議員 王欣怡議員 然後再來 因為韓總我們打到國民黨部去發聲 希望他們重視我們的民意 再來因為韓總我第一次call in 好 再來因為韓總我昨天走出去了 嗯 我 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造詞場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那第二 我分享一下昨天我們在現場 我走不進去 對 我們走到快到那個凱道的時候呢 整個都沒辦法呼吸 對 空氣吸泊 後來全部退出來 那個在那個捷運站旁邊 台大舊台大整排坐著整排 大家手機沒辦法連線 不知道現場狀況如何 然後全部坐一排 結果只有我的手機能連線 我大家都在分享 要看中天 只有中天是真實的報導 好 所有的人 然後 然後呢 非常非常 因為韓總是提早到 我們根本不知道舞台在幹嘛 因為大家都看著我的手機在直播 是 那那個 韓總在發表演說的時候呢 捷運站 湧進很多人出來 要進場 其實那時候已經進不去了 然後再來 我希望大家 要重視自己的選票 選票在我們的手上 這個不是只有攸關選總統 我覺得從基層的 我從韓總這次的事件 我們打破各個選 那個明代的服務處 我們看盡能暖 是 所以這一點我一定要發生 然後再來 我希望大千委員 你這一路走來 我們看在眼裡 我們希望過去就過去 但是我希望你從此 從現在開始 一定要堅持你的理想 因為我們都看在眼裡 你這一路的改變 好 感謝簡小姐 事實上昨天在現場 有成千上萬個簡小姐 該怎麼說呢 很多人都是 一輩子沒有參加過這種造勢場合 都去了 那麼很多人甚至好幾年 都沒有投票 那麼這一次也特別上凱道挺韓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說實在是忍無可忍 看他持續被抹黑 尤其是他的外遇私生女的抹黑謠言 實在被逼上凱道了 我們廣告專要回來 繼續討論這個部分 在過去的這一個星期 媒體人吳梓佳先生 驚悚爆料 他說韓國瑜有婚外情 有私生女 還說李嘉芬在家裡 整個大爆炸炸鍋了 好 在今天 李嘉芬回應了 聽到嘉芬姐的說法 我笑了 他好像住我們家 我覺得 我覺得他好像住我們家 對 我是說他好像住我們家 上來間我家變得好擠 好多人擠進來的感覺 所以你覺得市長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怎麼會有問題 對 我覺得我要介紹 吳梓佳先生去看一本書 什麼書 看心理學家阿德勒的自卑與 自卑與超越 這還不妙 更妙的是 吳梓佳先生他今天竟然說 既然昨天的造勢這麼成功 所以我就不爆料了 我想說 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你才是最大韓粉是不是 我要謝謝吳董 是不是 就是你是這一波 把大家逼上 機上鎧到的最大推手 淑芬 淑慧 其實不只是爆料這件事 我覺得他更沒有職業道德的是 他前幾天大家記不記得 美麗島電子班 還公布一份民調 說第一次柯文哲市長全勝 韓市長居然第一次 連蔡英文賴清德都輸 可是那一份民調 就是超級沒有職業道德的 怎麼說呢 那一份民調是5月24到5月28 的時候做的 吳史佳身為一個民調機構的負責人 他其實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要做民調 於是他在民調的前一個禮拜 開始去釋放這些黑資料 這個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目的就是為了影響 5月24到28的這份民調 他為什麼要影響這份民調 第二當然就是要營造 柯文哲參選的正當性 好棒棒 都贏 第一次都贏 二三十份民調 終於有一份做到柯文哲贏了 而且是花這麼大力氣去黑函以後 才終於終於終於 做到柯文哲贏了 第二個當然就是要把韓市長 打得說你都輸了 你還要出來幹什麼 所以這個是吳子嘉的第一步 就是用民調來影響 他上個禮拜去釋放這些魔 上上禮拜開始 去釋放這些所謂的小三王小姐 就是為了要企圖影響這個民調 然後這個禮拜加碼 再加上王 我不願意稱呼他的名字好了 中立佛帝魔 大家都知道是誰 這一個人的加碼 兩個人一搭一唱 結果一個說小孩子十來歲 一個PO出一個四五歲的照片 我就在臉書上笑說 你們兩個要不要先串一下 這到底是你們兩個 其中誰的小孩 雖然我覺得一直到操作到 他本來可能 可能是想影響說這一天的人數 讓韓粉因為懷疑 然後就想說半信半疑 就影響到大家出來的意願 結果想不到大家反而 要證明給他看說 我們要證明給你看說 你是錯的 我們相信韓國瑜 所以他下個禮拜 本來我們早上都看到一則新聞說 他要大爆料 我們都挫在蛋 然後剛剛大家都在笑說 他說起來了 所以原來他是最大的韓粉 對 所以他暫時縮手是怎麼樣 怕越爆越旺是不是大清委員 我想這件事情 因為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了 那麼韓國瑜市長 當時在按鈴申告的時候 他也希望檢察官能夠儘快 辦得水落石出清清白白 那麼只要能夠辦得水落石出 清楚明白 其實真相很快就會浮現出來 那麼也正因為如此 這是為什麼韓國瑜市長 在這一次造勢的時候 他沒有在這個場合再提這件事了 因為既然這件事情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而且這件事情 韓國瑜市長去提告 就代表他有充分的信心 那麼我相信司法很快 可以還他一個公道 那麼我還是一直在強調說 其實這一次的凱道造勢 是一個庶民力量的展現 更重要的也是一次 庶民力量對台灣政壇 長久以來暗黑勢力的一次痛擊 就在台灣選舉的過程當中 這種情況是司空見慣的 只要有選舉 就有抹黑 抹紅 抹黃 什麼抹都有 這就是台灣選舉的老掉牙的戲碼 可是終於有一次 我相信台灣的庶民已經受夠了 忍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的庶民朋友夥伴 用他們實際的行動 就用他們的雙腿站在凱道上 告訴所有的暗黑勢力 不要再黑了 不要再抹了 不要再卡了 就實實在在的 比每一個參選人 或者是候選人的實力 政見 看法 觀點 用自己的條件來爭取大家的支持 而不要用一些選舉 不入流的伎倆來做操作 可是問題是像這種暗黑招數的話 有可能會止步嗎 競平 暗黑招數當然會如影隨形 但是我看到吳子佳這樣的一個 好像很鬧一樣這樣縮回去 我剛剛其實私底下 才跟淑慧議員在開玩笑說 這個就好像一個人出來說 你看韓粉造勢這麼成功 三 四十萬人 對不起 我認認誤結束了 好了 原來你是為了激出 所有韓粉的危機感跟鬥志 真是委屈你了 吳董事長對不起 我誤會你了 真的抱歉 原來你佛心來著 然後你是要扮演 這麼艱苦卓絕的角色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把這個所有 都有三 四十萬的韓粉 激到了這個凱道 去淋著這個暴雨 然後都是為了衝著你這樣子 然後讓整個大家 有危機感跟鬥志 我原來我覺得 吳子佳也會這樣反串 所以今天看到他這樣回應 他認誤成功 所以你今天看到他的反應 他就講說 我沒有要繼續爆料 我沒有要講內幕 馬上都回應記者 說七個字 七個字 加起來就十四個字 你之前講很多更大的內幕 要講在哪裡 像擠牙膏方式的這樣一個 什麼更大的更多 走出來更驚人的 今天一報在哪裡 他的內幕就是 我沒有內幕 沒有內幕 也就是沒有東西要講的 他的內幕就是我是韓粉 所以 所以其實你不覺得 看到這樣子很可悲嗎 不是說我們今天要酸他而已 而是你根本就雜亂無章 而且暫且走的爆料 你今天讓大家看出來 你根本完全沒有東西 而且沒有事實 然後沒有根據 今天我看到這個李嘉芬 韓市長的夫人 他回應算是已經高EQ了 還真的很輕鬆的笑笑待會 今天出席公開場合 還建議他去看心理學家 阿德勒的那一本書 自卑與超越 我跟嘉芬姐講 吳子嘉不會去看那個書 他自己看了可能都會精神分裂 到底要怎麼辦才對 所以今天台灣這樣一個氛圍 然後又遭逢昨天這樣一個 整個大場面 然後讓大家看到震撼的情勢 我覺得短期之內 藍綠 國民黨 民進黨 藍綠 兩黨之內 短期 不要說這個幾個月 我覺得甚至半年內 在總統大選以前 熱度開始以前 都大概不會有藍綠兩黨 或者是哪一個政治人物敢 這麼白目 把人帶到這個街頭上 萬一被韓市長給下去 可是吳子嘉說他有憑有據 不是還真正有詞嗎 那就把他拿出來 其實大家也知道 他一開始爆料的時候 不是韓市長要告他嗎 他說我們媒體人 被告是勳章 你趕快繼續講 他已經有巴拜的勳章 你九敗 十敗 我們想看看 你到底可以累積多少敗 有的話趕快講 獨孤求勝 子嘉求勝 看看能不能夠真的 有一次可以報真話 而且我覺得好好笑 他說造勢成功 沒必要了 如果說 假設你手上真的有什麼話 你看到今天有40萬人上街頭 你不是很高興嗎 你應該信你在竊笑 你應該會覺得說 當我把真的資料秀出來的話 你這40萬人都被我打臉了 不是應該這樣嗎 你應該趕快秀出來資料才對 你怎麼說 造勢成功所以沒必要 這個邏輯不同 大家都講不清楚 所以我們只想到 他可能是蹭韓粉 因為他想要 鞠躬絕尾 他想要說我是韓粉 我覺得可能他真的有看 嘉芬姐講那本書 自卑與超越 因為那本書 意思是說每一個人 心動都有點自卑感 但是你要超越他 你才會成功 可能他之前真的很自卑 所以他要去黑韓市長 但是他現在超越了 所以他決定要瘦瘦了 好 我們稍微回來 繼續來聊 所以吳子佳先生指控這場 婚外情大戲 接下來是演不下去了 很難演 因為他從一開始 我這輩子有看到最奇特的爆料 大家記不記得 他一開始講的是私生子 然後後來變私生女 然後後來 後來他講的是他先看到照片 後來說他看到的是錄影帶 錄影帶講完之後 他就說警告講得對 確實沒有錄影帶 請問一下他到底在說什麼 所以我明明說 哪一個還是吳子佳 吳子佳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非常相信 他真的已經超越 我看他不只超越 他快涅槃了 所以我明明講 吳子佳董事長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其實他本來下禮拜 是真的要爆料 其實我事前都知道 他本來準備提一個 3000萬的數字 然後跟國民黨 跟韓國瑜之間有關 可是顯然他根本沒有人 是真的 是真的